肉松芝士面包用料足口味丰富 让面包不再单调 高筋面粉200克 25克奶粉 3克奶高糖酵母 20克白糖足发酵 3克盐 1克鸡蛋去个后50克 70克清水或者牛奶 把所有食材混合均匀 先不要着急揉面 那样很难出磨 我们把面团揉起来以后 先密封放冰箱 冷藏半小时 一来可以让面筋自己形成一部分 二来可以降低面团温度 有利于快速除磨 半小时后从冰箱取出面团 然后用厨时机揉面5分钟 揉的面团光滑细腻 然后加入30克黄油 继续揉到薄膜 揉到能撑开薄透明的膜 不动边缘光滑就可以了 把面团重新整理好 密封发酵 面团发酵到原来的三倍大小 手指沾面粉 戳孔不回缩就是可以了 按压排气 把面团分成八份 所有面团都整理好 要及时盖上保鲜膜 防止变干 按满上刷底油防沾 把面剂子擀成长方形薄片状 依次撒上活的长丁 合制十碎 还有肉松 卷起来放纸托里面 全部做好以后 二次醒发至原来两倍大 二次发酵完成 挤上沙拉酱和番茄酱 撒点葱花 或者成碎丁 还有肉松 烤箱提前预热 上下170度 烤20分钟左右 这个一定要趁热吃 因为有知识 凉了口感就没那么拉丝了 甜咸胶醋 一口下去超满足 喜欢一定记得收藏转发 最后别忘了一键三连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